大家好,我是永新人 《海底董洞言2 多莉去哪兒? Finding Dory》7月7日上映 近年來這麼多經典的動畫作品誕生後 迪士尼證明其品質的穩定性 至少比微軟的Windows靠譜吧 這部電影在親子的議題上有足夠深入和切實的描繪 嗯,我該說什麼呢? 其實我本來不確定要不要為他寫個影評 別人叫我寫的時候我心想 大概說不出什麼特別的感想吧 一部電影一定會有壞評 但好電影就是你身邊八九成的朋友都會說他好 而且我們通常都知道他為什麼好 講來講去就是那些優點 居心緊湊的角色鮮明對白幽默予以深刻 說真的我寫了快十年的評論 重複敲打那些詞彙 你不逆版我都要逆版了 所以今天我想講的是 關於多莉去哪兒為什麼特別感動我 個人非常非常之主觀的意見 這整件事得從我的祖母開始說起 你沒有聽錯,我是說我的祖母 祖母在我高中時出現阿茲海默的症狀 漸漸喪失短期記憶 不僅如此,她的長期記憶也在加快衰退 等到我大學畢業,她完全忘記了我是誰 我在加拿大讀書時,與祖母住在一起 那時的她的記憶已經倒退到 除了我祖父以外不認識任何人 新的記憶只能維持幾分鐘 她無法和別人正常交談 可能當下在做什麼都記不住 每天都像看到陌生人一樣看著我 而我早就懶得一遍又一遍地跟她說我是誰 跟有失智症狀的家人同居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她的腦袋混亂,分不清白天黑夜 常常晚上敲我房間的門,打不開就一直喊 是誰在裡面?我沒有一天能好好睡覺 逐漸變得神經衰弱,脾氣越來越暴躁 可是卻拿祖母一點辦法也沒有 無論怎麼抱怨或要求 都像是對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講話 我早就說了很多遍很多遍 為什麼你就是記不住 我幾乎快要崩潰地對她這樣說過 可是回應我的只是祖母能像孩童一樣無辜的表情 就算對她大吼,她很快就會忘記 內疚的心情卻會留在我這裡 有時候我看著祖母心想 失去了幾乎所有家人的記憶 到底還算是我們的祖母嗎? 如果她將要去見上帝 那時的她是有記憶的還是沒有記憶的? 失去記憶後的人還算是原來的那個人嗎? 如果不是,那我的祖母到底去哪裡了? 電影裡多莉的父母教給她的第一句話是 我患有短期失憶症 而劇情中幾乎每次多莉講這句話前 都會夾帶一句 I'm sorry 每一次的I'm sorry都刺激著我的淚線 結果我看電影的整段過程眼眶幾乎沒有乾的時候 多莉被水管衝走 在空曠幽深的海底驚慌失措地不斷自問 我到底忘了什麼?想起來 想起來 那時我感覺好像第一次體會到祖母經歷著什麼 眼淚幾乎是像瀑布一樣窺底 外國有位知名學者在得知自己換了阿茲海默症時 決定動筆寫書 我忘了那本書的名字 她在書裡描繪那種感覺 就好像陷入流沙 其中還有自覺和力氣掙扎 漸漸地忘了你重視的一切人、事、物 漸漸地無力抵抗掙扎 忘了自己是誰 真實的自己到哪裡去了 她痛苦卻無阻 身不由己 一個人前往了荒漠人煙的沙漠 最後從腳到頭都被流沙所吞沒 多莉沒有失去她的長期記憶 短期記憶不斷重複加強後可以轉換成長期記憶 而且因為巨型需求 她總是可以奇蹟般地突然又找回記憶 所以她在黑暗的海底和父母重逢了 然而我的祖母不是 奇蹟不會發生在她身上 她連自己失意也不知道 她和她的記憶一起 被永遠困在了沒有人找得到的深海裡 即使如此 我很感激能看到這樣一部電影 另一部描繪早發現阿茲海默的電影 《我想念我自己》 女主角的周圍人都那麼富有耐心和充滿關懷 有過於理想化的嫌疑 倒是多莉去哪兒中的各個角色還比較真實 她們抱怨、奚落、瞧不起、發脾氣 各種負面情緒都反生出多莉令人心酸的遭遇 她的每句對不起都像真一樣扎在我的心上 所以我說這大概是一篇主觀的不能再主觀的評論 我被多莉去哪兒所深深感動 因為透過多莉 我似乎能夠跟祖母一起身處於海底 我終於可以不用在乎她能不能找到我們家人 要做的或許只是握住她的手 給她一個擁抱 對她說 沒關係 我能找到你就好了 嗯 當然 祖母人在加拿大 所以我得排時間回去度假 希望這個夏天會有空吧 以上傳說窘心人個人意見 謝謝收看 對了 個人對失憶症電影有偏好 接下來幾週將為各位帶來 失憶症電影專題 如果你想看到的話 請記得按下訂閱追蹤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 你記得按個喜歡 謝謝你聆聽完我祖母的故事 我是窘心人 我們下次見